烟窩的滋潤養顏 每人都知道 燕窩滋潤養顏 但如果你是素食者 你可以吃什麽代替 答案就是淘膠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一個 淘膠雪蓮子滋潤糖水 這個就是淘膠 淘膠其實是桃花、桃樹的薯膠 它的樣子好像有珠樂紀公園那些 苦拍的樣子 絕對不可以就這樣吃 這個就是浸水 浸了起碼6個小時 最好浸過夜或者浸10個小時 之後就會變成這樣的啫喱狀 浸凍水就可以了 浸了水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裡面 會有一些 一粒粒黑色的 骯髒東西 可能那些 那些是一些 樹皮來的 那些東西 我們就要撿走它 那些東西 在大煲水裡面 然後我們撿走黑色的東西 那就可以了 雪蓮子乾的時候 然後呢 是這樣的樣子 那基本上你浸淘膠的時候 你用另一個碗浸水 也都是要浸最少6個小時 最多10個小時 這樣就把它浸 浸完水之後呢 這個雪蓮子就會變成這樣的樣子 那樣子 那據聞呢 這個雪蓮子和淘膠呢 裡面的膠原都是非常之豐富的 那就是說對皮膚很好 而且它有很多很好的纖維在裡面 那基本上這個糖水的做法就非常之簡單 浸了淘膠 浸了雪蓮子 然後另外我們的材料呢 有杞子 原肉 還有白盒 那這些就不用浸的 我們洗一洗它 然後把它放進鍋裡 裝滿熱水 煮它半個小時 加上冰糖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淘膠呢 基本上少少 它已經浸了一大碗出來的 所以你浸的時候 千萬不要太重手 基本上這裡我想兩湯匙的淘膠呢 已經浸了一碗出來的了 然後 加上白盒 杞子和原肉 加上冰糖去調味 冰糖呢 其實如果你喜歡吃甜一點的 就加多一點 喜歡吃清一點的就加少一點 因為杞子和原肉 其實它已經有一個甜味會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呢 就不會加太多冰糖的 攪拌一下 等它滾了之後 調小火 煮它半個小時 就可以吃了 不過半個小時之後呢 就可以開來看了 哇 這個糖水呢 其實它是充滿膠質的 稠稠的 這樣就已經可以喝了 這麼快就搞定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潤一潤 警察有口罩 市民都沒有口罩 我覺得政府不知所謂 的 疲倭 是